平浪橋頭發生了山崩的意外 打到了人車 整個土石滑落 目前你看工程車 全部都已經進駐了 現場也擺了沙包跟紐澤西護欄 還有大型的水泥磚塊 就是很怕整個山坡地 會再有鬆動滑落的一個情況 因此今天晚上7點開始 這邊就會來進行預防性的封路 要提醒民眾不要再經過這邊 因為整個地質還是比較脆弱的 而且整個基隆的台二線上 道路上都有可能會有山坡地 容易致災的可能性 另外從海浪的部分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防災中心也提醒了 其實有幾個地方要特別留意的 包含了基隆的四個行政區 有七度 暖暖 中正跟中山 都是容易因為山坡地 而發生災情的地方 另外低洼地區積淹水的部分 有基隆的中正區跟仁愛區 要來特別留意 可能會有出現基隆水 低洼地區要來防範大雨所導致的災情